看看新闻网 前两天的网上突然爆出了演员孙洪雷 要跟相恋多年的女友完婚的消息 那尽管呢在致电孙洪雷团队之后 我们得到了否定的答案 但传言当中 孙洪雷在巴黎黄金地段买的豪宅 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节目驻巴黎站的记者 就为此进行了一番实地追踪和探访 8月12号 孙洪雷在微博上晒出了两张巴黎的风景照 其中一张是从远处拍摄的Efford贴塔 而另一张则是卢浮宫附近的街景 根据这两张照片 记者把搜索的范围锁定在了 卢浮宫附近的一处高档公寓 就在记者漫无目的地寻找线索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住在楼里的法官老先生 据他透露 这栋楼里没有中国人居住 而他也没有听说过有任何物业出售的消息 不过记者的搜索并没有走入死胡同 在这栋公寓隔壁 还有一家四星级酒店 莫非孙空雷是爱的风景照 是他住在这家酒店时拍摄的 果不其然 当记者拿出孙空雷的照片进行询问的时候 酒店的工作人员当下就向记者表示 这两天的确见过这位男士 但是酒店登记的名单上 却并非是他本人的名字 而当记者继续询问 是否有女士与孙空雷同行的时候 酒店的工作人员却给出了模棱两可的答案 哎呀不知道我们的记者这几天呢 还有没有机会在巴黎街头和孙空雷来个偶遇呢 先因为在线法国巴黎独家采访不大